对 你们俩之间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没有问题 恰恰你们的困惑来自于外围 女生很年轻 但是经历过一段婚姻对吧 对 因为我离过一 然后带有一个一岁多的小孩 现在这个孩子是你带吗 现在不是 归南方 归南方 所以即使你们相爱 但是南方的妈妈是不同意的对吧 对 今天是带着两个问题来的是不是 对 哪两个问题 就是说我妈妈很介意她 对她一直都是很冷淡 爱你不理的 所以你今天来是要跟老师们讨教 对 怎么攻克你妈妈什么 对 她母亲怎么对你爱大不理的 你们之间有沟通和交流吗 有 就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没什么 后来跟她妈妈坦白过后 她就会当我不存在的那种 然后比如说我让她给她妈妈打电话嘛 然后我就在旁边让她开免贴 他们两个说话的时候我就说一下 我说比如说妈妈今天吃饭了没呀 比如说今天要下雨 记得到啥什么的 她就装作没听到的那种 然后当我不存在嘛 见过她母亲吗 见过 怎么样 还挺好的其实 阿姨人挺好 因为我觉得吧 她可能想法会不一样一点 在老人眼里就觉得 你离过婚 不可能是两个人 只有一个人有问题 如果你真的有那么好的话 那另外一方 她也不会说那么坚定的跟你离了 就觉得可能我也有问题 她就那种有点不信任吧 那她跟你说话吗 很少 就不理你 对 你母亲跟你女朋友在一起吃过饭吗 吃过饭 因为的话我妈的话 对于她是态度很坚决 私底下也跟我说过 不要跟我女朋友在一起 但是的话我很喜欢她 我跟她感情很好 为了就是说缓解我妈妈跟她的矛盾 有一次我出去我跟她吃饭 我说我把我妈叫出来吧 叫出来的话 然后你们两个借这个机会 可以相处一下 然后我把我妈叫过来了 但我妈一过来了 看着她坐在 我妈立马就想走 然后我过去把我妈拉着 然后说了很多好话 然后我妈才吃完饭的 时间的话 我女朋友很想跟我妈聊天 接话 但是我妈都不理 搞得我的很尴尬 然后吃完饭 我想反正时间还早 我们去逛海街呗 结果我妈直接拿一句 我还有事 我直接走了 我们两个站在那 就很无语 你们十一没安排 跟你妈去旅游一下 有啊 上次吃饭 我一次抱着这个目的 病人伤出久了 她肯定会有一点感情 我说十一嘛 出去玩一会儿 然后我把我妈叫上 家里面叫上 从出发到玩完回来 基本上我妈没跟她说 说超过十句话 没有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很尴尬 我都不知道干怎么办了 那你家里人除了你妈妈 是这么强烈反对的 还有别人吗 别人不发表意见 但是可能也是跟我妈一样的 因为那老一辈的观念 不是那么容易能改变过来的 她是介意她离婚 还是介意她离婚 还有一个孩子 都有 你跟你妈聊过吗 聊过 我一回去我都跟我妈 我说谈到我女朋友 但是我妈是永远不尽的那种 她脾气还挺好的 她也不发脾气 她也不说什么 她谈了这个话题 她就也跟我打冷战之类的 她也不说话 她说不行 就是不行 那你跟她的母亲 就是阿姨 有没有单独地交流过 交流的话 其实挺少的 只是有一次 就刚开始 她知道过后 她有打过一次电话 给我 谁打电话 就她妈妈 打电话干嘛呢 就说我 她说 我儿子一个未婚的 一个离异的女人 你们两个根本不合适 如果在一起的话 别人会嘲笑她 就被别人嘲不起那种 叫我不要跟她在一起 就希望你离开她 对 离开她 你当时怎么做的呢 就告诉她了什么 我当时没有 后来我想一下 还是不要隐瞒的 毕竟这事情 要两个人一起面对嘛 我也跟她妈妈说 我说 我是真的喜欢 离到儿子的 我很珍惜这一段感情 毕竟我以前也是 就离过婚 我不想就是 再离一次啊什么的 我想走到永远的那种 就除了这个 在言语上面表达 对她儿子的爱 和让老人家放心之外 还有老人家做过一些 什么实实在在 具具体体的事情吗 有啊 比如说 九月初的时候 天气不是转凉了嘛 然后我和我男朋友 就两个人去 商量一下 买店秋天的 然后男朋友就说 要不我给妈妈 买一条围巾什么的 我就说 要不我跟她织一条吧 这样显得更有诚意啊 是吧 然后我就 还单独去学了 然后我织好过后 就让男朋友 送给他妈妈 送过去 她结果回来的时候 那个脸上 就有点那种 犹犹豫豫豫的 我就问她 我说 怎么回事呀 她就说 刚开始送过去的时候 她说妈妈 她不要 后来她游睡了好久 那妈妈才把那个 留下来的 就围巾嘛 她说 但是我说实在 我还没看她戴过 见的也少嘛 你喜欢这姑娘什么呀 为什么一定要娶她呀 因为刚才 是一定要娶她是吧 因为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觉得这个女生 是我喜欢的 然后我就跟她过去聊天 然后还加了微信 后面的话 通过聊天的话 我觉得的话 她对于感情 是很认真的 我这个人的话 对于感情只有一点 只要感觉到你真诚 对我好 我都很喜欢 然后平时的话 也很照顾我 包括做饭媳妇 还有家里面家务活 她都不要我干 我觉得真挺好的 那你们俩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 想娶她了 现在的话 先把我妈搞定吧 对我的芥蒂给放下来了 对哦 所以你们也没那么着急 只是先希望她家里 能接受你是吧 对 要先能接受 然后才能就是 做到谈婚论嫁什么的 毕竟是两个家庭的事嘛 哎呀 这可咋整呢 徐老师 来吧 说说咋整啊 我觉得其实你们是 应该要非常有底气 女孩是有过一段婚史的 但其实正是因为有这种历练 她更懂得 什么样的男人是最值得爱 是值得去托付终生的 同时她看上了你呢 那反过来证明 你其实是一个 完全符合好男人的这种形象 而这其实呢 是由你母亲的功劳 我想你的家教 你的背景应该是很不错的 所以以此推断 那母亲一定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但之所以她对于女孩的排斥 还是可能是根深蒂固 一些传统的思想 所以最应该解决这件事情的人 一定是你 因为你作为一个独立的男人 未来你要承载她 包括她的孩子这个家庭 其实你面临的困难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清楚 其实蛮多的 只不过你现在看到的 遇到的就是你母亲这个障碍 你要去独自去解决她 不要让女孩去承担 女孩做得不错了已经 但是的确在她那层面 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而仅仅是因为她爱你 她希望能跟你一起 去面对这困难 但你要做的呢 可能恰恰应该是挡在她的前面 自己家里的事情 就自己去处理 当你在觉得时机不成熟的时候 其实不建议说 过早地把她推出来 过早地她直接面对你的母亲 因为你知道那样的后果是什么 因为你也知道你的母亲不是那么好说服 你的母亲你最了解 用什么方式去解决 其实你应该更了解 我建议你是独立去解决 因为很多离异之后的 尤其是女性 是受到一些涉及上不公正的待遇 或者一些眼光的 但是我们要做好自己 自己的幸福一定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绝不能因为别人的一些异样的眼光而阻挡我们争取幸福的道路 好吗 小伙子啊 好 谢谢 好 那我知道 说实话我觉得这不是妈妈有偏见的问题 这是你的问题 因为不管你想过没想过 你要选择这样一个离异带着孩子的女孩成家 势必要面临可能你的同龄人其他男孩子 两人都是初婚所遇到的问题要多 妈妈替你想到 但是为什么妈妈想到了之后会反对 不是说因为这个女孩子的情况如何 是你的妈妈了解你 她知道我的儿子具有什么样的能力 她有什么样的状态 她有多大的担当 能够承载这样一份婚姻情感 妈妈有些胆怯 但是妈妈这份不信任不相信 其实还是源于你现在的力量不够 你可能在和母亲的沟通当中 并没有规划好和一个再婚女孩的婚姻生活是怎样的 没有让妈妈放心你进入这样一段感情 妈妈担心的是这些 她对这个女孩我相信没有意见 你找张三李四 只要你幸福你快乐 你们相爱 父母是祝福的 所以你要想清楚自己有没有能力 去承载这一切 我有一个朋友 是个女孩 离婚了 她还带着一个孩子 一个男孩 但是她后来嫁人了 她嫁的这个男人 也没有结过婚 没有生过孩子 最后这个男人 和我这个朋友生活在一起 带着他的孩子 还带着我女朋友的母亲 就他们一家四口是这样的模式 组成这样一个似乎只有她一个人是外来的这样的状态 而这个男人的父母完全同意 是因为这个男人很有能力 他可以把这个家庭过得很幸福 让所有人都快乐 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 依然非常快乐 所以承载这个婚姻 如果你们成家 核心点 支撑点在你 所以不是妈妈的问题 妈妈只是担心你 这是我想告诉你的 如果你真的决定娶她 你要做好准备 去迎接 可能比同龄人 比同等情况下 男孩子要承载更多的东西 让你的母亲放心 她就会支持你 女孩子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相信你心里深处 对这个阿姨 对男方的妈妈没有什么意见 因为你知道确实 你的情况复杂一点 对要复杂一点 当妈妈的肯定会想多一点 对 很正常的 所以既然我们经历这样的 前一段的人生 我们就得勇敢地去面对 所以你真的要变得更优秀 更强大 不会的 而且我相信 经历了上一段 你现在又有勇气 走入这样一份情感 你是做好准备的 而且也是在不断地增长力量的 希望你能够用更大的勇气和耐心 去迎接未来的生活 因为其实生活都不是平静的 我们有过的经历也是财富 希望你能把握好这次机会 有时候需要一些方法 让老人去认可你 这是你要做的功课 好的 好 谢谢杰老师 以前老有一句话说 胳膊拧不过大腿 说有一些受到父母 在我们的生活周围 我们总会发现一种情况 当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 往往很难嫁 当一个男人拖着一个孩子 往往 不晒啊 被我给问复杂了 我们都在思考 怎么去帮助他们 所以他们两个人呢 有一段这个 来这儿的最真实的 这个目的和表达 我们可能都忽视了 对吧 我说你们是着急就要结婚吗 女生说不是 她们来这儿实际是 希望这段恋情 先得到男方母亲的 不要说祝福 是同意 认可 就是认可我们交往 我们在交往着往前走 是吧 并不是那么着急说 我们一定是要结婚的 对吧 所以老师们对你们这个 担忧和忧虑 实际上是没有的 对吧 所以老师说的第二点 你们要记住 就男生勇气可加 至少我开始去恋爱了 但是未来的日子 还很长 能不能承担生活 带来的这一切 男生要好好考虑考虑 对 老师说了这么多 我还是 以前没有想到过 是吧 可能女生也没有想到过 这么多 而且还有老师 其实也说到了 有些事情是要你去面对的 而不是要女生去面对 因为只有你面对了 这个问题 它才能够 很顺畅地进入到你家的门里 是交往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好像一切都有些急了 听起来有些匆匆 特别着急 我喜欢它 我就带到家里了 结果弄到现在这么一个局面 所以我问问 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一些方式 可以帮到 因为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吗 妈妈反对了 我们还希望得到妈妈的同意 然后继续交往下去 有招吗 我倒觉得不必那么着急 跟你的母亲一定要评理 因为这事可能用理讲不清楚 你们只要你们两个人的日子 过得很甜美 然后你时不时地说点她的好 慢慢地我觉得 就会让你的母亲对她好奇 这是一样什么一样的女子 能把我这宝贝嘎的给心全拢住了呢 请许你母亲还主动请她到家里 或者在外面一起吃顿饭 所以有的时候 直接搞不通的话 搞不定的话 就咱就绕点弯路 让你的母亲先入为主的一些概念呢 都是这女孩又懂事 又温柔 还漂亮 还特别懂得关心 也就是说 现在不要再刻意地去做什么 放一放 如果说你一开始走不通的话 去关注他们俩的情感就好了 OK 我当时想跟女孩说 一个是不要太去过分关注 这个阿姨对你的态度 妈妈对她的态度 另一个其实对你来言很重要的是 你真的要把自己变得更加的有力量 这种力量不仅仅是从爱情中获得的 说我现在有勇气去接受一份新的感情 告别过往的伤痛 而是我们要全副武装自己 就是我刚才讲到那个例子当中 为什么全家人 就南方全家人都欣然接受这个女孩 因为这个女孩够优秀 这个优秀不是说我们事业多么有成 或者是我们多么擅长做家务 而是内心的一种自信 一种通过对生活的热爱 对我自己欣赏自我的这种能力 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起来 就当你发光的时候 别人是看得到的 其实今天你坐在这儿 虽然穿着一件很亮的裙子 长得也很秀气 我没有觉得你发光 你整个的情绪都是低沉的 忧郁的 像一个受了气的小媳妇 所以我希望你阳光起来 你阳光之后 你有了这种能量 自然别人会欣赏到你的美 你的好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了 所以你要加油 要努力 好 谢谢 谢谢严老师 其实说白了就是 老师们希望你们能够 正常的你们先去恋爱 彼此加深了解 好好的面对彼此 然后妈妈那边不要极力去讨好 现在做也太早 因为你们不是不急着结婚吗 对吗 对 那你们有什么想说的